欢迎来到小语频道 我是小语新来的小语 每周与您分享一个小贴士 让你的地产投资记录更加成功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 我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 Gilligan Shepard的合伙人 他的名字叫葛一平 一平他是在现在的会计事务所 他是三个合伙人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华人 是值得我们非常骄傲的 那么一平已经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了16年之久 他们的这个业务也非常的 这个涉及的非常的广泛 最近有很多客人都对这个贷款结构 还有一些这个所有权结构 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又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就请一平这个专家 来替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 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平 一平你好 Connie你好 你好 一平就是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Gilligan Shepard 你们的这个会计事务所里 你们一般就是业务都包含哪些呢 好的 谢谢 Connie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Firm是Gilligan Shepard 大概成立已经有30年了 我们现在大概有 在新西兰我们大概有30个员工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team在印度和菲律宾 可能加起来大概也有50个人了 那么我们的我们traditionally是一个accounting firm 那么accounting firm的话最traditional的business就是税务 然后呢就是做账报税 那么我们呢在大概在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做这个consulting的东西 那么大概在五年前我们另外又多出来一个部门 我们叫VAS就是value add business 那么这个VAS team呢就做很多的这个东西是服务一个很大的transaction 比方说你要买块很大的一币做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 那么在这个这个我们管它叫一个transaction 那么这个transaction可能就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 比方说你需要做这个我们叫做可行性分析报告 然后给你的投资人看 然后呢你去融资的时候要给你的银行看 然后呢可行性分析同时也帮你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挣到钱 那么这一类的还有呢就说比方说你这个你要退休了 你想卖你的生意 那么这个卖生意这个过程也是一个transaction 那么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生意给他认色一下 然后把它ready for my 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做这个litigation support 就是说股东吵架了 然后呢他们需要一些类似专家的给你们在法庭上面做一些witness之类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一个专门的这个team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基本上三个team tax,vass,然后vass 那么这就是大概我们的这个一个我们自己诉说的一个情况 在您那里不但可以就是把最基本的这个财报的这个方面的业务解决 而且还可以得到很多 我觉得听您来讲的话是更多的是advice focus 给很多这种专业性的建议 对那这样非常好 谢谢一瓶 那一瓶就像我在之前跟您在聊天了解 就是说很多人对于这个ownership structure 带款结构呢非常的陌生 呃那么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就是说以个人名义去这个拥有一个物业啊 这个是很常见的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哪些选择 为什么这个所有权结构ownership structure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就不能拿一个这个个人名字去拥有物业呢 嗯这个倒不一定 所以也不一定是个人就一定不好 可能你经过了这个谨慎的考虑之后 可能个人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现在这是考虑到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个family也好 作为一个个人也好 你去买一个房子或者买一个地或者买一个很大的这个投资项目 那么这个时候对这样的一个也是个transaction 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为嘛 投资行为也有可能就是自己住的 但其实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那么每一个投资行为的话都牵涉到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你这个是你这个你去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你是对这一个买回来的东西有个什么用途 对不对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另外的话我买了之后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叫所有权架构去拥有它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 但是对这个所有权架构这个事情他可能怎么想 当他要交割的时候律师说 哎你你要怎么样交割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摆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idea 或者是有的人就就就先入为主 就是哎我肯定是个人的 根本没有去考虑说 哎其实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问题 当然是你作为一个habitual的投资人之后 比方说你这个投资行为越来越多之后 你就会接触到 但是呢对最初的一些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个有一个所有权的架构呢 这个是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买回来的这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一个family的一个财产 那么像很多人他都会说 这个是用family的钱去买的 但是呢买回来之后可能就放在我自己下面 或者我老公下面 或者我放在我的小孩下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很多时候就其实把这个这个所有权就给就给搞混了 这个财产的这个拥有人本来比方说你这个自己拿出来的这部分的现金是属于这个A有没有的 但是经过你这个所有权架构如果不去考虑的话 这个财产就转到了这个B或者C的手里 那么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unintended的这个这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个asset protection的问题 你这个家庭里边可能有很多的人他在从事的东西是比较risky的 那么这个这个风险可能来自于你本来就在做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是比较风险的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accounting firm的partner 那么我很多时候就会建议客户这个那个 那么其实每个建议出去都是有风险的 对不对 那么对我来说如果放在我自己的名字下面我不是要逃避责任 我就说那么这个风险对我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未必是一个很很这个叫什么来的很负责的行为 对不对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就是说 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做match money的claim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是有一个long term relationship的 你是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老公老婆也好 那么一旦进入这个relationship的话 那么在一起住几年或者这个的话 你就变成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变成另外的一半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吧 你这么实际患是不容易的 你要你要去掉的话就就在眼睛一眨之间就去掉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投资行为的话 你还要去考虑说税务上面怎么样安排是最优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税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投资收入进来 你在考虑return的时候就是这个回报率的时候 这个税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支出 这部分的支出不好好的去考虑不好好好的去计划的话 那么你这个回报率自然就减少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在一个家庭里边就有很多的dynamic 这个这个东西是父母的 那么父母已经很年纪很大了 怎么样可以自然而然的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给传承给下一代呢 所以这些的所有的这个考虑都会影响到你用什么样的架构去拥有这个物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ownership structure的这个为什么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那这么说康尼觉得还清楚吗 我觉得挺清楚的 因为平时呢其实我也是这么跟客人说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么贷款其实最后看的都是这个自然人可能带出的结果都差不多 但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啊就是关于这个税法上面啊 还有之后的这些财产的保护啊还有这个继承啊各个方面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一个目标 而且很多人我觉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我们先可以就买了就交割 然后呢之后我们再在就是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再换进去 呃这个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想 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 如果说先就是呃这么随便交割呃这个买了一个物业 那之后再转会有哪些弊端呢 呃随便交割啊这个这个的确是我经常看到的一个 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出来了 那么就令到说这个比方说呃 OIO的这个法律令到有些人是不可以买这个物业的 那么他就必须在交割在一个可以买的人 那么这个也会呃变相的扭曲了 他本来应该有的好比较这个比较这个proper的这个呃所有权架构哈 另外的一个呢现在就是说呃有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合作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就是共同申报准则会把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税务居民在本地的这个finance information 个pass回去哈 那么这个也会令到人去考虑说哎那我我房产我是不是要放在一个人的名下 我金融资产在放在另一个人的名下 在这个情况中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税务税务计划哈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新出的一个就是anti money laundering 就是反起钱法的这个 那么就令到呃你的进来的这个钱 你要去交割你中间有agent的中间有这个呃好像靠你这种这个finance advisor 中间还有这个呃会计你要去帮你做账 然后律师要帮你去交割哈他们都会问你这个钱哪里来的 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呃在我的名下这个钱没法说明 所以呢所以这个暂时就很随便的交割在一个人的名下 然后你玩一些再设一个好的架构再把它转过去的话呢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cost对不对你转一转都是有费用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一个在税务局那里引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 就是说你房子每次转手的时候其实税务局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买卖的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看着你这个买卖有多少次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只是自己卖给自己的信托哈 15个房子他一转手他觉得你一下子卖掉了15个房子 那你就被抽减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好 那么这个你如果因为这个所引起的这个transaction比较多被税务局抽减的就是蛮冤枉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土地的买卖都是引进了这个两年呢 25年的这种我们叫brightline test的这种哈 那么你就在买的过程里你自己卖给这个信托 很可能就是被他抓住的话你要交税的 所以最近虽然就房子价格比较平 但是在房子上升比较厉害的时候 这个税可能是一个一个一个surprise哈 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因素牵牵连到 就是说其实后来再去改structure 其实不是一个idea最好是一次过把它做对的比较好 好的谢谢一平是的 而且其实在做贷款也是如果一开始申请的时候用什么这个架构的话 如果临时在交割之前改其实也要重新评估的 这是可能很多客人朋友们是不了解的 以为只要最后自然人是同一个就行 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像您说的在一开始打算购买之前就要咨询好 然后咱们把这个事定下来 然后后面的话就免得这些没有必要的这些这些trouble 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所有权的架构都有哪些选择吗 所有权的架构 最简单的就是单个的一个个人一个individual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可以回到我们两个人一起 比如说在婚姻之类的财产很多时候回夫妻来 Mr. and Mrs.一起 然后呢这个其实还都是这个一个是 那么两个人一起的话其实就类似于一个partnership 但是呢在这个买房产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需要partnership 有的时候会必须要 那么另外的话呢你就可以成立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呢也有一些就是 现在还有一些look through the company 然后呢一个normal的company 然后呢你可以成立信托 那么这个信托的架构就怎么设立 然后每个人都应该什么样的应该就比较complicated 那么如果是海外的人的话 那么从税务上面最好的一个架构应该是 我们叫limited partnership 就是它是一个合伙人质 但是它是一个有限合伙人质 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还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 比方说它是一个funt 或者是它是一个很多的联合企业 那么这个一般的买卖的可能就不用去抢 所以主要的话可能就是这几种的架构 是比较多比较常见的 嗯好的谢谢一平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找一期时间来 专门来谈一下这个各个架构 这个之间有什么利与弊 肯定是根据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特别适合 或者不适合的 大家就是说有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咨询呢 这个直接就联系这个一平 他呢和他的同事们会根据您的情况 给您做出一个两体才艺的这么一个架构的分析和推荐 那么我们把一平的这个联系方式呢 也会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可以看得到 谢谢您然后也谢谢这个频道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然后呢我们下一期我们会近期再播出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各种架构之间的这个优处与烈士 那么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 我们那个YouTube频道还有那个微信的公众号 每期都有最新最好的节目来送给你 所以也希望您能够关注一下 好的那就到这里谢谢一平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